台灣4月4號 疫情確診355例 無人死亡 總統蔡英文在4月1號宣示 台灣將與世界聯手防疫 並證明台灣是防疫不可或缺的一員 台灣將提供千萬片的口罩 藥物和技術等 給疫情嚴重的國家 對此 美國的白宮官方推特上表示感謝 而台灣對國際的協助與合作 也跟著持續的進行 並且得到各方的肯定和感謝 4月1號 在總統府向全民發表談話 將援助國際一千萬片口罩 藥物 技術等三方面 共同對抗中共肺炎 台灣各部會首長 並都出席記者會 與總統一起宣示 台灣 is helping 在面對全球疫情的挑戰下 台灣是世界聯手防疫不可或缺的一員 我們將針對美國以及疫情比較嚴重的歐洲國家 以及我們的友邦進行第一波的國際人道援助行動 蔡英文指出 現在有很多國家想和台灣合作 台灣已經和美國、歐盟、捷克共同探討防疫策略 台灣目前和澳洲、美國也有防疫物資的合作交換 台灣將捐贈美國200萬片口罩 對此 美國白宮國安會在官方推特表示 感謝台灣民眾在美國與疫情奮戰之際 及與美國的慷慨支持與合作 2號 美國參議院外交委員會在推特發文寫道 台灣在這段艱難時期的貢獻 展示了真正的領導力與合作力 並強調感謝總統蔡英文 以及全體台灣人與我們同在 台灣也提供醫療技術 協助為在大洋洲醫院物資短缺的友邦帛琉 帛琉駐聯合國常任代表歐萊·烏魯彤 2號在推特上提文表示 非常感謝台灣 確實是朋友 因為帛琉一直在向國際社會尋求幫助 但除了台灣之外 沒有任何國家回應 台灣醫師曾透過視訊幫助帛琉採檢疑似病例 帛琉更將驗體送至台灣檢驗 所幸確認為陰性 上個月30號晚上 台灣奇美醫學中心與聖文森、貝利斯、聖克里斯多福 讓陸西亞四個友邦國家的衛生部、醫療單位進行視訊會議 分享對抗中共肺炎的防疫經驗 四個友邦都對台灣表示感謝 根據約翰·霍普金斯大學數據 台灣友邦的疫情大多不嚴重 甚至零確診 繼台灣與美國簽署防疫合作聲明後 台灣與捷克昨天也透過雙方主廚發表聯合聲明 建立防疫夥伴關係 包括快篩試劑、疫苗與藥品的研發生產 另外 對台灣友好的布拉格市長赫瑞普 也在臉書發文說 台灣打算捐贈的25臺呼吸器 其中9臺渴望送到布拉格的醫院 赫瑞普稱讚台灣是患難見真情的真朋友 並說 台灣送來的呼吸器是禮物 反觀中共運來的醫療物資 是捷克用納稅人的錢換來的 既非禮物 也非人道救援 雖然台灣獲得了很多國家的肯定 但世衛組織一名高級顧問 近日在接受香港媒體訪問時 拒絕回答有關台灣的問題 引發熱議 為台灣仗義直言的還有這位 印度媒體WION女主播帕吉·埃爾瑪 4月1號播報4分鐘 關於台灣的新聞 她說 中共甚至要求 印媒不要有相關報導 李主播說 印度是獨立國家 中共施壓無用 應該停止排擠台灣 世界正在評論台灣的例子 但WHO並沒有 離開它 世界健康聯盟 甚至不認識它 中國在印度上也有獨立 中共在存在空前在台灣?! 這幫你真是破壞的